当CMD RX 6600X7显卡的正式发布 相信苏妈手里的RDN2架构已经是使命达成了 而除了余下的RX 6600和RX 6700两款显卡三位发布以外 接下来亮相的变成7000系列显卡了 然而目前已知的是 7000系列将基于RDN3架构打造 但会放弃使用长达10年之久的Computer Unit设计 至于更为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进入8月以后 相信不少的玩家都在期待显卡掉价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行情均出现了回暖迹象 而显卡的价格也确实出现了嚣张反弹 看来原价显卡还需要继续等待 但作为一位明智的等等党 与其说买不着30系显卡用着核显过度 还不如直接期待下代老黄的40系显卡 以及苏妈的7000系列显卡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除了RTX40系显卡将有望获得性能翻倍的情况外 苏妈的7000系列显卡也同样是不甘落后 而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 RX7000系列将会基于RDNA3架构打造 拥有NAVI33和NAVI31两个核心 属于NAVI33核心将拥有和目前旗舰NAVI21核心同样的规格 也就是80个CUG算单元 5120个流处理器 预计会应用于次旗舰RX7800XT上 而NAVI31核心则将拥有恐怖的240个CUG算单元 以及15360个流处理器 整体功耗在450到480W 参数规格可是达到了现有RX6900XT的3倍左右 预计会应用于旗舰RX7900XT上 但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NAVI31核心将会有着巨幅的变化 具体来看 根据HKEPC的消息表示 AMD方面将会取消自2011年GNCV架构以来 一直使用的Computer Unit设计 主要带之的则是规格更大的WGP设计 同时企业会采用类似Reason的MCM多晶片封装模块 但总体的流处理器则不会有太多变化 换句话而言 经过重新设计的NAVI31核心 将会使用WGP作为主要的计算模块 而NAVI31核心总计会含有60个WGP单元 其中每个WGP单元将拥有250个流处理器 那么等效的 一个NAVI31核心就将达到15360个流处理器的规模 这一点相比NVIDIA40系的AIDA Loveless架构来说确实要高效不少 而在内存配置方面 根据推特用户Grimmon表示 NAVI31核心仍然会采用位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具体容量为止 但预计还会是16GB起步 除此之外 其配备的Infinity Cache无线缓存技术将从NAVI21核心的128M 扩展到256M甚至是512M 看得出来 Suma为了RX7000系列可谓是既创新的技术又堆了猛料 至于其他方面 NAVI33核心和NAVI31核心还会加强IP内核性能 以及采用台阶电5Nm工艺打造 而此前所预计的NAVI31核心的整体性能将会是NAVI21核心的2.5倍 但现在看来应该会有接近3倍的提升 除此之外 定位稍低的NAVI32核心和NAVI34核心仍然在打磨当中 但暂时并没有参数方面的消息 最后是发布时间 目前Suma已经证实 AMD下一代Zen4价格的锐龙处理器 以及RD13架构和MCM多芯片封装的RX7000系列显卡 都有望在2022年发布 但受限于芯片供应情况 RX7000系列显卡将会在2022年年末推出 所以各位玩家们请继续保持期待吧 而在价格方面 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消息 各位Score们 可以把你认为的价格打在评论区或弹幕上 那如果还想了解各种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最多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